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完以后你们不会不敢创业了吧 云敏洪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的企业做得越大 我越是如履薄冰 当年的我一无所有听完这个话 我觉得你就矫情 你今天有钱了你这么说 我如果像你一样变成亿万富 我还如履薄冰个啥薄冰 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我才发现越有钱越要精神 越要胆小 越没钱 光脚都不怕穿起来烂命一条 干吧 在创富的阶段不要想起他 就是玩库和班老那个游戏的 就是先干 赚到第一桶你再说 但是有了钱以后怎么办 你得胆子变小一点 你得开始守富 你得通过各种各样的资产配置 把你的财富守住啊 因为你记住 只要你赚到的钱 就会有人眼红 想把你的钱搂走 有N多个人 N多个部门在盯着你 叫人怕出名 除肥了是要杀的 就讲到这儿以后再跟你们讲 成功VS工程 你们有没有感觉 有 你们知道中国的文化 最高境界的人化就是道的文化 只有道教是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 道家只讲一个字就是藏 就是藏 叫大隐隐于事 大隐隐于藏 藏 越有本事 越是要隐 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是你到了一定阶段了以后再藏 我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你们听周老师讲课 要听到你在哪个阶段 你要在哪个阶段 做哪个阶段的事 你今天一毛都没有 你藏啥 谁认识你 你要干 赚到钱以后 开始掌 开始隐退 你才能让自己利于不败之利 我不是跟你们开了笑 在这儿的各位 这儿的意思吗